一代巨星,李小龙之死太蹊跷,真相可能就是这样,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先生英年早逝已经有三十个年头,然而七暴毙之音却是近代一迷上,以及恐怕大家都会认为,李小龙的死,只是死于药物过敏而已,但其实并非如此简单,在网上,以及在很多报刊杂志上面,恐怕大家都会看到,李小龙的死只是死于药物过敏而已, 但其实并非如此简单的事情,根据现代的报道来看,李小龙的死因已经是没有太多人的关注了,人们可能都已经淡忘了这些事情,迷迷糊糊只记得他死于药物过敏而已 1973年7月21日的香港报纸,头条新闻揭示李小龙的猝亡,口径几乎一样当红公布巨星,年仅32岁的李小龙,昨日深夜11时30分,在伊丽莎白医院暴毙,李小龙昨晚在家中突然晕倒,李七连达急送伊丽莎白医院急救,不幸不治而亡,医院方面未能确定死因, 其实已暂安放检防,带医官开头验试结果,一早醒来,港民皆被李小龙暴毙,一带巨星陨落,猛龙归天,的报道震惊了,李小龙的死讯很快传遍香港,台湾,东南亚,以及整个世界,营迷们无不为是恶望,悲伤, 但有许多营迷们认为,是为李小龙拍摄死亡游戏制造的宣传噱头,李小龙怎么会死呢?他肩如铁,壮如牛,月如虎,形如龙Hellip,Hell,Lip 李小龙在烟幕上的形象太英雄化了,他的暴毙,人们难以置信,然而,越来越多的信息证实,李小龙却已死了,李小龙是怎样死的?这一疑问,最后闹得满城风雨, 新闻界深挖李小龙的死因,报纸连篇磊报道,那时候,数百万港民都在谈论李小龙之死,或悲,或其,或怨,或恨,众说分坛,莫衷一事,一个人的死,造成如此大的轰动,这在香港开布以来,空前绝后,1973年7月20日,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猝死在情人丁佩的床上,一时之间闹得满城风雨,各种谣言四起, 更是传闻李小龙因服用过两春药纵欲过渡而死,并将其死因尽数归于丁佩,他顿时成为千夫所指,众人关注的焦点。